位于纽约西村的伊莱画廊 由美国著名艺术品交易商Eli Klein先生创办于2007年 在过去的15年里 画廊专注于在国际舞台上推广中国当代艺术 为全球100多个博物馆提供过艺术品借展 出版了40多本书籍 也被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主流媒体广泛报道 画廊比邻新惠特尼美术馆和高线公园的起点 坐落在一栋兼具了历史意义和美学价值的联邦式红砖牌屋 占楼三层 坐拥3000平方英尺的临街空间 今天我特别邀请到了画廊的总监Phil先生 带我们一起看看当下的展览 以及值得关注的亮点藏品 你好Phil 很高兴见面 你好Karen 很高兴再见 你好 这一次展示的是台湾第一代的抽象艺术大师霍刚先生的作品 可以简单和我们介绍一下艺术家的生平和他的重要影响吗 是的 霍刚1932年生于中国南京 然后他在49年的时候是到了台湾 作为台湾最重要的一代抽象大师 他和其他另外的七位重要艺术家一起被称为台湾的八小马 其中也包括像欧阳文院 像肖琴 这样最后就成为世界级大师的这样的艺术家 那么他在后期在米兰 在意大利的米兰 待过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是由40年之久 然后到2004年是又重新回到了台湾 在台湾进行创作 纵观他整个职业生涯的发展呢 他除了和另外的七位艺术家共称八小马之外 他也是台湾最著名的东方画会的这个创始人之一 也是对后期台湾很多 甚至是中国以及很多其他世界上的艺术家 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这样的艺术家 那这一次的展览呢 我知道展示的是霍刚先生 从06年到19年的将近40件的抽象作品 可不可以挑选几件艺术家比较有代表性的藏品 带我们具体的了解一下他的风格呢 没问题 那这次呢 我们非常荣幸的和台湾的财迷花囊一起合作 可以说是霍老师在美国第一次的大型的油画的个展 也可以算是一个小型的一个回顾展 这其中包括了很多媒介的作品 那当然其中油画作品占了很主要的一部分 那比如说像我们现在身后看到的这一件呢 是在2015年创作的 他的题目就叫抽象 2015-59就是在2015年创作的第59号作品 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纵观霍刚的这个抽象艺术来说 他有几点是非常重要要值得注意的 那么一点是我们对他色块的这个掌握 我们喜欢把霍刚和我们所谓的西方的几何抽象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冷抽象进行一个对比 那么冷抽象在艺术家创作的时候呢 基本上是会把tape把很多的框架进行搭出来 然后把色块进行均匀的涂抹 那么在这个均匀的涂抹过程当中 其实它里背后的整个主题是让你把你的关键注意力给散开 比如说我们在传统油画中 那么脸或者身体是最重要的一个focus 那么在西方的这个冷抽象的过程当中 这个就被打破 那么所有的关键也是发散性的 但是在霍老师的这个作品当中呢 他和西方的这个冷抽象相比 他的色块是更具有温度的 或者是更具有手的感觉 那不仅是色块 你可以看到他对线条的处理 甚至是这些我们看上去所谓是imperfection的 甚至是有点human error的这个地方 那么它其实都是融会到了整个画面的里头 那么这个温度的这个色块 可以说是霍老师最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优点质 他的作品 那么另外一个需要很有意思一点 是霍老师对于对程性的一个建议以及打破 那么霍老师的很多作品 它其实是来源于生活 也来源于他对书法的一个探讨 那么他有时候会写一个中文字 然后把中文字折一折 甚至是背着看 那么他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像几何图形的一个图示 那么他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 在elaborate 再充分地把它发展开来 形成了他的这个油画体系 那么像这个作品 它其实看上去是一个非常对称的 但是由于我前面说到的这个手的温度 包括滑美的线条 甚至是这个线和边框的一些微微的不平行 给这个画面一点点的动感 甚至是这个黑色 它是一个非常黑的黑 在这个粉色中间给人了一种吸引 以及压缩的这个感觉 所以他用这些上述的这些手段 其实创造了一些在一个静止画面中的一些动感 也是给几何图形带来了一些人的温度 非常是 都能在他的作品中看到一种温润包容的东方的气质 没错 这种气质其实是非常内敛的 它并不是像很标准的东方符号 而这个符号它其实是非常藏在背后的思想里头的 确实 我相信即使是不太了解几何抽象的朋友 在看到了霍老师的作品后 也能够收获一种美妙的情绪价值和情感体验 没错 我知道霍刚老师的他的创作的媒材 其实是非常丰富多元的 可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身旁的这组纸上作品吗 是的 这一组是chark around paper 就是纸上的碳皮画 那么这一组作品精彩的地方在于 第一它的size是不同于很多其他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纸上碳皮画 它类似是一个油画的一个尺寸 最有意思的地方是 它没有为了凸显这个材料的独特性 这个纸上碳皮画 而去过度使用纸上碳皮画的这些技术 它几乎是利用油画的属性在制作这组作品 包括你可以看到这些点的 深浅 以及这个线条的把握 它更像是一种油画这样的感觉 我们前面提到的这种存有人类的这个温存的这个笔触 在treat它这个纸上的这个碳皮画 那非常感谢Fail今天贴心的讲解 如果是在纽约的朋友 一定不要错过这次的展览 那展览会一直持续到1月的29号 好 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了 谢谢 非常荣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